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市余节 赤大圣进五台山 文珠加持 入心间 祈祷静美座主 真无一传 求加持 关于本课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54课 那串奖人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入的当中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课了 那思考题是每一课最后几页 那科范呢 我已经加到79课了 那摆上去的只有77课 就是那个link的只有77课 我还在继续加 应该这个礼拜就会加完到84课加完 那讲页还是有英明概论 那上课的方式还是一样 大家一定要先去听上次的索达吉堪布的这个视频 然后一定要预习课文 串奖的人会讲一个大约一个钟头 然后围绕着思考题讨论半个钟头以上 我们先讲一下科范 我们现在还是以二决定能之量之自信 那我们第八课刚结束了 现在第九课 那第九课可以到第六课 那丙一的话就是先安利这个法相 安利法相的时候 这边丁一跟丁二就是限量跟比量 那先谈这个抉择各自 那就是限量跟比量的四项 明项法相 那先看这个真的限量 它的法量 法相是包括了破塌中 有一句 然后宣说至终合理性呢 有两句 然后再来是明项 明项的话就来分类 分类的时候呢 这边有五句 然后再来就是四项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法相 明项 四项 这个几一 几二 几三的话是法相 明项 四项 在四项上面就会讲的比较多一点 先讲根线量 根线量下面先讲它的法相 然后再建立这个根线量的话是怎么样建立的呢 然后是由根来建立的那就是建立由根所生 然后再建立了离分别不错乱 这个限量是离分别不错乱的这两个条件 所以这边就肯聚 再来就是新三决定各决定明共相 那就是说为什么说一定要叫做根室呢 一定不叫新室或者叫根线量的那个室 为什么要取这样子的名字 好 那我们就请那个李慧师姐上来 好 谢谢丁师兄的介绍 这个课基本上讲得很清楚 那我现在呢再补充一点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今天由我来串讲第九品关线量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学过静 适 总别 建立 潜于 还有能权 所权 还有相属 相伪 总共七品 它是从总繁体的角度来续说所支的量 也就是说轮回涅槃所设的万法的正量和非量 然后第八品以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学习能知量的自信 这就是今天丁师兄所介绍的科判 我们开始讲能知量的自信 那么分作两部分 分作丙一和丙二 丙一呢是法相的安利 这是在43到53课 第八品观法相 那我们已经上过53课 今天呢我们开始上丙二 抉择各自事项之意 那么分作两个部分 丁一是限量 限量就分个三 物一 物二 物三 那么丁二呢 比量呢就已经到61课了 那限量里面呢 我们分物一的时候是讲真限量 真限量呢分作几一 几二 几三 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我要串讲的范围 到了物二 物三的时候 就到56 57课去了 55课 好那现在开始前文提要 正确的事呢就是量 只是不同的名称 限量和比量的分机是量 或者说是正确的事 那么量的法相呢是不期货的事 我限量见到或者比量确定 限量是面前是不期货 比量是面前也不会期货 这叫做不期货的事 这在第49课 那么量的法相呢 也可以说是名畏之意 就是以前没有知道的 现在已经可以知道 法称论师在式量论里面说 不期货和名畏之意 都是量的法相 本论说明言量和圣意量 都可以运用这两种法相 那论主呢 安利的不期货呢 具有三种特点 第一个是作用上面不期货 第二个是作者不期货 第三个是所作方面不期货 其中呢 这个作者不期货呢 来解释 视察意和已觉试 成为非 怎么会成为非量的 这个关键之理呢 在第49课有解释 我们在以前 第一册的时候 也曾经提到 已觉试 撒加班自打 认为是非量 但是 米万人婆切 把它放在正量 它里面 有关于这个作者不期货上面 是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伏笔的 那么量的名项是如何具体的分析呢 是从量的分机 分类 定数 和词意 来解释 这是在第51课 法称论师在 适量论中说呢 关于量的无期 通过自正 可以了之 而且 由于 众生根基不同 对外境的错乱 也不同 有些不能仅依靠 智力 也需要 依靠他源 来了之 这在第52课 那 论主认为 单靠智力 或者他力 都是不合理 至终 抉择量无期 既有智力决定 也有他力决定 还有佛的一切种子 这不是分别念的智力 他力 但对于外境 或事物 也是根本不会 期货的 圣年量 这在53课 我们上 上个礼拜 也学过了 那现在量的法项 跟名项 已经确定 第54课 就开始讲量的事项 现在要开始来 破他中 英明前派 有些论师 认为限量 和限量之量 是完全是分开的 他们所谓 限量的法项 是无分别 和无错乱的事 这一点 跟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 限量之量的法项 他是对 前所谓 正的对境 通过 断除争议的方式 来了达 他们有这么一个 观点 那这个 记送是 未领受 断 争议是错 论者是认为 英明前派对 前所未知的意义 通过断除 争议的方式 来了解 认为是不合理的 因为 第一个 法称论师 和陈那 两位论师 从没有在 英明气论 里面 英明气论 为主的 这个相关 论点中 宣说过 限量和限量 之量 分开的道理 即使是精通 所有印章 英明论点的 沙迦班 自答 也在 治事里面 讲得很清楚 两位理智在 没有说过 那 如果 对 对已经 证悟了 和了解的 对境 出现了 还要再度了知 这种事呢 就成为 错乱的事 我们就是要 解释 对方的观点 错误的地方 但如果是 不错乱事 那么 一定在事 面前 当下 就可以了知 就不可能 涉及 前所未证的 情况 所有的 分别念 都可以了知 三世的事 断除 争议呢 唯一是 在分别念上 才可以安利 对限量 来说呢 是不容有 不容有 就是相伪 因为限量 的对境 只是显现 并不需要 断除 争议 英明前派 没有了知 限量 只要是 无分别 不错乱 就是量 反而认为 限量 还要断除 争议 所以呢 这其中的原因呢 就是他们 只是 误将 无分别的 限量 的作用 和分别念的 比量 两者 两个 分为一体 就是 这就是 他们 不合理的 地方 现在 现在有个 补充 我们讲 争议 争议 争议是什么呢 争议的 法相 是 抛弃 真理 例如 一切 有为法 本事 无常 可是 争议的 志向 争议的 志相序 却认为 是 常有 那 争议的 另外一个 法相 是 分别 他边 例如 常见 断见 这些 争议的 邪见 这个在 第五十课 有提到 那破了 他中以后 我们现在要 宣说 自中的 合理性 撒迦班 自达 是如此 安利的 安利的 这英明 自中的 安利 第一个 限量 具足 两个 法相 第一是 无分别 无分别 就是 远离 一切 分别念 第二 是无错乱 是绝不错乱 那这分别呢 在课本里面 讲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 讲那个 据舍论 据舍论呢 对分别呢 是指 观察 对境的 一种意识 也叫做 分别念 它分好几种 第二个是在 明乐无论 也有宣说过 心和心所 也叫分别 它是 三界 轮回的因 在这里 我还要补充一下 丁师兄 暂时 不要 我们整个大圣 是包括在 无法 展开的话 可以说是 无法 三自信 八四巨 二无我 但是总说 也可以说是无法 这五个法里面呢 就是明 相 分别 政治 真如 这里面有个分别 那这里分别 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执着 所取境 所取境 就是明和相 的一切 心和心所的法 就叫分别 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分别念 这我们时常用到 这一部分 好 那请继续 那这个英明 在本论里面 讲的分别呢 是指明言共向 和义共向 合为一体 而执着的事 好 那英明前派 有些论事呢 他认为说 应该要说成 明言共向 和义共向 可 可以 可混合一体 而执着 他们要认为 要加一个可 这样才能够 骗于 未熟知名称的 像不知道 名称的小孩 但论主认为 这种说法呢 对成年人而言呢 明言共向 和义共向 已经是互为一体了 这种可 混为一体的执着 就不能骗于 已经混为一体的执着 所以凡是 义共向和明言共向 两者混为一体的 所有分别执着 就是限量 所远离的分别 那论主就是 重生至终 对不分别 法相的安利 这个在 在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呢 课本里面呢 那个对方 英明前派呢 他们也有一些 想法 还有一些 额外的辩驳 我在这里没有提出来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看书 又或者提出来 可以讨论 但是呢 我们 我们至终的 对于所谓的分别 限量不物理分别 这个分别 我们的下的定义 就是这个意思 明言共向和义共向 何为一体而执着的事 请继续 限量的另外一个法相 是无错乱 无错乱呢 就是远离了错乱的因 那么因呢 分作内外两种 内错乱的因呢 就像虚空中的毛法 或是二月 外境错乱的因呢 就像你坐车的时候 看到那个树 是往后移动的 的这种情况 这是外境的错乱 那远离这些错乱因 而生起的事 才是无错乱 那错乱因呢 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来说呢 凡夫人相续中 所有心和心所 都是错乱的 都有无名 烦恼错乱因的染物 但是 这里所远离的错乱 并不是无名 烦恼 而是指世间 共称的暂时错乱 和永久错乱中的 暂时错乱 在凡夫未始 我们每时每刻 都有的错乱 叫做无名 也叫做永久的错乱 如果是眼根 而偶尔出现一些错乱 就叫做暂时的错乱 两者 那么限量的法相 为何既然要是无分别 又要是无错乱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 有些外道认为 虽然不是错乱 但是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有些外道呢 又认为 通过照了境 也可以无误的得到对境 但实际上呢 如果是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那限量就成了比量 而且 即使依靠照了境 也是通过比量的方式 而非限量 那么为了断除这种分别念 论主呢 就用无错乱和无分别 两个侧面来成立法相 以此来驳斥外道的有些观点 那补充呢 补充的第二课 我们那时候第二课学的 就是说 英明有八式 八种式里面有限量 限量有真限量和相似限量 真实的限量是 五根式得到的结论 他并会受到任何思想和分别念的扰乱 也不夹杂任何语言的文字 而仅是在五根式面前领纳到的一种角色 另外一个条件是无迷乱 只对外境的无物领纳 这叫真实限量 相似限量是指 由迷乱的根式取近后得出的结论 好像那个花神 你误以为是毒蛇 下面呢 就要讲明相的分类 限量呢 从不错乱的角度 分为四种 根限量 意限量 制证限量 和一切限量 以下呢 就来依靠 对境 索伊和古特切罗 这三个侧面 来分析一下 它的分类 那这个呢 是在下一章 也就是PPT史诗 那现在我们先讲 四种限量 经部许 经部中承认 外境存在 和制证的缘故 所以四种限量都承许 有部中呢 是认为了知一切万法 在两个刹那就可以圆满 它并不承认制证 故只承认根限量 意限量 和余切限量 再补充一下 经部中和有部中呢 他们都有竞争 因为他们都承认外境存在 不同的地方是经部中 认为外境是个隐蔽分 但是他们都有竞争 唯事呢 唯事中呢 是抉择究竟的观点时 是承许一切万法 是新的妙用 他并不承认外境 所以离开新世 并不承认这个外境 是离开新世 单独存在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外境 所以他不承认 根限量和意限量 但是根式和意式 只包括在制证当中 所以只承认 制证限量和余切限量 那下面从三种角度 从对境的角度来分的 能够照见他法的有 有这个根限量和意限量 也就是他能够完全明白 所缘的对境 第二个是 照见制法 及自己本体的是 制证限量 他能够明白 自己的心事 还有照见 没有制他恶法的是 一切限量 是从对境的角度来分 那么从所依的角度来分 有依靠根 而安利的两种净政 意限量和根限量 那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净政 我们在53克有提到 那个制定量的时候 有两种净政 但是那两个净政 串习力和作用力 并不是这里的所谓净政 它只是名称一样而已 好 那有依靠他跟 有说是依他起 他额安利的制证限量 还有依靠等持 禅定而安利的 于且限量 那么从普特切罗 也就从相续的角度 来分的话 凡夫的限量 是跟限量 意限量和制证限量 圣者的限量 是于且限量 于且限量又分为有学道 从阿罗汉等 一直到实地 还有无学道 是佛地 我们会跟着 这一篇是跟限量 我们下面就会学到 意限量 于且限量 制证限量 我在 他们的定义 如果我们一下子 感觉上比较复杂的话 我们可以先参考 解义会见第三课 它有一个比较简洁的解说 这四种限量 我现在提出来 工作参考 不被掩衣 或者各种坐船等 迷乱因所染污 在五更事前 直接陷见外境的志向 也就是说 不被错乱因所染 完全见到了 名言的实相 例如亲眼见到柱子 这就是根限量 他比 看部是说 这个比喻有点像企业里面 专管单一项目的经理 第二个是 在相续中 没有疯狂的因 没有疯狂的因 自己可以了知所见的对境 依靠意根而产生对内法 像做梦 外法 像设法 这些现象 明知的意识 这就是意限量 这比喻有点 这比喻有点类似企业里面 管内管外的总经理 不管感受快乐或是痛苦 都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因 自己呢 就能够明清的领受到他的本体 不用别人说 自己内心完全领受 这就是自证限量 第四个 修行人 通过修行 禅定 或者咒语的能力 能献起 超过凡夫的根式能力 出现 肉眼看不到 分别念不能通达 能知一切万法 真相的一种境界 这就是 遇切限量 这里面有分作 入定出定的很多层次 好 那我们现在讲 根限量的 法相 英明前派呢 把根限量和根限量之果 分开安利 这个不合理的原因呢 不合理的原因在前面 我们刚刚讲 第一个PPT的时候呢 就是破他中之既送 未领受断真意错 这边已经解释过了 但是论主仍然认为 依靠根而产生的 无分别不错乱的事 就叫做根限量的法相 而因为根啊 眼耳鼻舌身有五种 所以根限量也分为五种 丁师兄 我这里是不是我写错了 就刚刚那个上面那个蓝色 一名前派把根限量和根限量之果 应该不是果 应该是量 根限量之量分开安利 这个不合理的原因是在我们第一个PPT已经讲过了 可能我打错了 对不起 这应该是量 好 那事故根是不错乱了 来讲就是说 我们比如依靠眼根而产生的无分别 不错乱的事 就叫做是根限 眼根限量的法相 那其他根就可以类推 再来我们要建立由根所生 根及取境的能力 根是圆取对境的一种特殊的能力 从因方面来说 随着根的存在 取外定的事也会存在 而根不在事也就不存在 从果方面来说 有眼是存在 就说明眼根也肯定存在 这个随存随灭这个名词 出现在这个 37课 342页 主要是要根据这个随存随灭 来 就说来教我们因果是如何确定的 他这里因根果有无则不生的关系 这样由根是 随存随灭的推理 可以完全了解这样的根存在 那么这个能力是无情法还是心事 有些论师说根是无情法 有些说是有情法 但是在适量论大书里面 明确的说明 种子和种子的能力应该是一体 如果是他体呢 种子呢 就不是能力 能力也不是种子 能力和法 两者应该是一体 那再来 根呢 到底是有情法还是无情法 有部中是认为每一个根 都具有不同的形状和颜色的设法 好像眼根 像胡麻花 鼻根像平行的两根童真 他们认为外境是存在的 依靠眼根 等可以直取外境的设法 水里为事中 呈纳法称认识 认为根是安立在心事上面 就像眼睛看见外面的设法时 前一个眼事上面有能见 能造见设法的不共能力 这是一种事 所以根是在眼事上面安立 根有自己的不共的一种能力 或者是力量 那谁叫为事中呢 就是无浊菩萨 他认为根是在阿赖也是上面 存在一种不共的取境的习气 换言之呢 阿赖也是的本体是一种心事 这种心事呢 能直接了知对境的不共设法 这样的事呢 你可以说是根 就我们眼睛来 眼根来讲是眼根 把根安立为事 那宋史中呢 说根是取境的能力 安立在事和 或者无情法上都可以 在量力保障论治事 上面也明确的说 我们应该按照 经部中的观点 安立在无情法上 英明也可以暂时这样成立 那经部中怎么承认呢 经部中呢 依照随存随灭的推理了之 能照见对境的无情法 肯定存在 我们刚刚有说 这个有部中和经部中 都承认外境存在 只是经部中的不同点呢 是他的外境是个隐蔽分 那么随存随灭的 这个笔量呢 是如何成立的呢 例如 前面已经存在红色的柱子 我想看他的座意也存在 但如果眼根受伤 则眼是不能产生 这说明能照见所源 所源源设法的一种 不共的东西 在我的相续中 是必定存在 那如果是眼睛正常的人 就能照见设法 所以说根是存在的 再来建立离分别不错乱 明线成立无分别 无分别呢 是以明线而成立的 因为能明线照见形象或对境 而时间也是同时的 但如果是分别的话 那么他是时间地点形象是全部混在一起而 圆取的 我们可以看到十四课讲得很清楚 他说圆取志向是无分别 你执着共向就是分别 那什么是不错乱呢 因为志向是依旧指照见一 多就指照见多 绝对不会错乱混在一起 志向的话 但是分别链可将不同的时间事物 只为一体 这上面就有错乱的成分 因此根线量是以 无分别和不错乱的原因来成立的 21课也讲到这个 所谓的显现 就是依靠外境而产生 无分别心事的方式 比如眼视的显现依靠眼灯 外境和座意 而产生具有外境形象的一种事 这种方式就叫显现 分别念上出现外境的形象 就叫显虞 换言之 显虞不是外境或者有境 显虞是一种以分别念的方式 圆取外境总向的一种方式 这21课 那现在就要决定明共向 那有人就问 根室是依靠根 静和座意 等因缘和合而产生的 那还有 而且我们讲 那还有其他的三元 那为什么只叫做根室 而不说是静室 心室 或是意室呢 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条件 那么为什么只称他为根室呢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重点是说 因为眼根对眼视来讲是一种不共的因 不共的因就是理由 虽然一般情况下 作意是指我要想探 这样的分别念 但这里论主解释 凡是心往外境动摇的部分 就叫做作意 所以 这些等无间缘的作意 所源源的对境 和真上源的眼根 这三种因缘 具足而产生掩饰 但这里面 只有眼根对眼视来讲是一种不共的因 也就是说 根室是指依靠特别的根而产生的 是 例如听见声音是依靠耳根而听见 这些设法的眼 设法的根是 这个设法的眼根是产生根式的不共因 也就是这些设法的根 是产生根式的不共因 举个例子说 像鼓声 敲鼓的时候 我们要具足许多的因缘 有棍棒 也有异式 还有手 手敲击 但是由于声音的不共因是鼓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鼓声 而不是叫手声 或者棍棒声 而根式就像鼓声一样 虽然里面有各种的因缘 但根在里面是不共的因 所以叫做根式 这也就是 这也就是案例根式名字的原因 谢谢 请补充和指证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李慧师姐 那个 这个要 这样子要 练修 好的 那我们今天是有三个思考题 那我们就先来直接答这个思考题 那中间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再提出来 那 先问第一个的话 至终承许限量法相中 所离分别的是什么 为什么案例两种法相呢 我这一题是请 请若蓉师姐吧 是 是吗 是 是我 好的 麻烦你 好 那么从那个PPT第十开始 好 那这边呢 最主要 会讲到限量的话 它就有两个法相 它必须要具足这两个法相 第一个就是无分别 跟这个无错 第二个就是无错乱 那这边呢 它讲到说 它所要破除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 它有特别讲到 就是在本论里面 它的分别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它有讲到分别 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 所以每一个经典里面 它对于分别 它有不同的 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解释 那从据舍论里面 它就讲到说分别呢 就是只观察对境的一种意识 那也叫做 这时候 它也是叫做分别念 所以它也有好几种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从米勒五论这边 它讲到 它讲的分别 就是心跟心所 把它叫做分别 那在我们这里的话 最主要 它要破除的 因为你这边限量 是要无分别 所以对于 它要破的分别 到底是什么呢 这边就讲到说 这个分别呢 它主要是指 明言共相跟义共相 我们在 一般我们在认知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两个 合为一体 然后去执着的这个事 那这个就是分别 有一些论师就认为说 应该说成是 明言共相跟义共相 混为一体而执着 那它有加一个可字 那为什么它要加这个可字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学习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明言上还不认识它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形成这种执着 那这时候他就觉得说 要把这个也加进来 可是我们这个论主呢 他就不承认这种看法 因为他所要破的主要是要对于 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 这个我们已经把明言共相跟义共相都已经混合在一体的那种执着 他要去破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特别指出来我们要破的是这种的分别 请下一张 好 那另外一个法相最主要是无错乱 那什么是无错乱呢 就是远离了错乱的因 它有内外两种 内的错乱就是像虚空中的毛髮或者说二月 那这是因为这个根式出了问题而出现的 然后外境的错乱的话就是坐车的时候 那个因为我们那个一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 那时候会感觉到说外面的树都是在往后面移动这样子 所以要远离这些错乱的因才会升起的这个式 就是这种情况下才是无错乱 那下面他讲到无错乱因呢 有分为这个广义跟狭义两种 那广义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凡夫所有人相续当中的心跟心所都是错乱的 他都有无名烦恼错乱因的染污 那这个就是凡夫都具有的 那必须要修习这个法呢 才能够慢慢去远离 可是这边呢他特别指出来说我们这边呢 讲到所要远离的错乱并不是无名的烦恼 而是指世间共称的战时的错乱 还有永久错乱当中的战时错乱 所以他这边讲说凡夫位的时候 每时每刻都有的错乱叫做无名 那是永久的错乱 可是呢我们现在要破的就是说是眼根跟耳根 偶尔会出现一些错乱 那这个才叫做战时的错乱 我们要避免的是这个战时的错乱 请下一章我们要回答说 为什么要同时具足 无分别又不错乱这两个 那才能够称为是限量的法 那个叫做法相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外道他认为 虽然不是错乱 但是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那又有一些外道又认为 通过照了境呢 也可以无误的得到对境 其实这两个 不管是觉得是有分别的限量 或者是通过照了境的话 那他们都是要依靠分别念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是比量而不是限量 所以这边论主就用 无错乱跟无分别 这两个侧面来成立这个法相 那用它来驳斥外道的这些环点 好那我就先回答到这边 谢谢 以上 无弥陀佛 谢谢了 让自己啊 回答的非常简洁 那 关于这一题没有问题 蔡师兄 有问题 慢慢到那个slice第十个 第十 对 他这边 论师 有些论师认为可 可 是骗子 我们不同意 我们论主不同意他 可是这个不同意的说法是说 名言共相和义共相 已经混为一谈 对于成年人而言 我不知道什么 什么叫成年人 那混为一谈 跟他这个可 不同意他这个可 两个我好像逗不起来 那你现在是 对这边不太清楚吗 对不对 不他的可 我们不同意他的可 那我们不同意是说 名言成年人 名言共相 义共相 已经混为一谈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论点 跟那个可 我两个对不起来 那那个谁 那个 刚才 你这可以再 再讲一下吗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 因为这些论识 他是觉得说 这个分别还有一种 就是说 因为那小孩子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去 认识到这一个 名相 跟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名言共相 跟义共相 混合为一体 然后我们去执着 那通常我们 要找东西的时候 都会这个样子 我们比如说 丁师兄常常举的 就是那个保温杯 那我们一讲到保温杯 我们自己脑袋里面 就会现出一个 义共相 然后你会 依着你所 现起的这个 义共相 去到某一个地方 去找那样东西 那这就是 名言共相 跟义共相 合为一体的 然后你执着 这个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 所以呢 就可以一直这样 而去找到 你所要找的东西 那可是呢 在这里的 他要破的 主要是我们的 那个 把它混在一起的 那在这里 他不把它 放进来的话 就主要是因为 这一个 他们还没有认知到 所以他们还没有 混在一起 那既然还没有 混在一起的话 他并不需要去 破除那个执着 所以他在这边 他并没有把它 加进来 我是这样看 我的认知是这样的 看看其他大家的意见 是怎么样子 所以加一个可字的话 就是条件就放宽一点了 是这个意思 师兄在 师兄 您说 课本224页 这边就写得很清楚了 就是对小孩子来讲的话 因为他没有这个 名言共相跟义共相 已经混回一体了 说是义嘛 大人可以讲说是义 那小孩子的话 就帮他加一个可 因为呢 这个可就说将来可以 但是这个可呢 就不骗于 已经的义 因为以大人来讲的话 就是已经是混回一体了 那可的话是 他将来可以 所以他是不骗的 不周骗的 对 但是至终是 至终的话是说 我们是已经混为一体嘛 不管你大人小孩 可是他中就会说 那小孩还不懂啊 所以我可以把它加一个可在 名言共相跟义共相 可混合一体 那最后呢 至终就说 哎呀那你这样可也不要加了 我的你也不用加了 然后我们就是取一个平均点 就是说事实上呢 就是分别心就是 名言共相和义共相 混合一体 执着 这样就好了 你也不用加可 我也不用加义 这法相的案例 就是可和义都不重要 但事实上 你如果 我是这样子想 注意看的话 名言共相和义共相 混合一体 其实这里面已经有义的成分在了啦 那至终当然是说 你不要加可啊 那我这义不用加事实上 至终我觉得义就是在里面了嘛 他只是说事意这样子来破他们 然后就讲这个 叫他们可不用加了 就不承认 他觉得这个可是不骗的 这样可以吗 那个 那课本是这样子讲 我是这样理解 不知道 对不对 好谢谢 对 这就是刚才李慧是这样的 他说 这一部分 他没有把他写出来吗 那 好 谢谢 那 麻烦 下一个问题 我再补充 就是说像 知言 我们讲说 知言解义是人嘛 然后他也是种类嘛 那他就包含了 婴儿暗哑巴 不能说话 可是他算不算 知言解义也可以啊 可是他的知言解义是可 将来可以 那我们之中的共向就是 知言解义就是不管你将来可以或已经可以都叫做知言解义 所以可跟乙都可以不加 就是用个知言解义就好了 不要加一个可知言解义或乙知言解义这样子 就是定那个法相就这样 这更清楚 对 婴儿的时候他们还不晓得这些名言 所以 但是将来可能会知道 将来可以学了以后就知道 所以加一个可 这是外道这样讲的 有些论识是这样讲的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 请问 对不起你讲完吧 没关系你先讲好了 哦 好那那个 这里有提到一个照了镜吗 是在哪里 对这里 对他这里提到一个照了镜 那因为 我们之中是说这个照了镜是笔量 是有笔量 通过笔量的方式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写照了镜的时候 它是有包括真实限量跟笔量 不是吗 第一个他现在是外道 外道这样认为的 李慧思远你怎么说的 就我记得的 照了镜呢 它是包括分别和无分别 这说正确来讲 是包括分别和分别 只要是对镜 不期货的话 这是照了镜 这麦彭仁波切 他下了镜 那么呢 他是说 不期货有镜的一种对镜 也就是不期货你心事的一种对镜 好像你听见那什么水的声音呢 那你循着这个声音去找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它 你就可以得到它 它是真实限量和笔量的对镜 我们在前面学那个 那个镜的时候 我记得是这个意思 对 对 那这个外道他认为通过照了镜 可以得到对镜 那自终破它 因为认为说 这个照了镜 是通过笔量来成立的 而不是限量 所以我这点我不太懂 难道所有的照了镜都是笔量吗 因为我们学过之前 你刚刚也说了是 只要是不期货的有镜的对镜 不管是限量或笔量 都都可以都可以 都都包括在里面了 对他那个我的理解 这里面就会提到 我们刚刚讲不期货的 有三种条件 一个叫作用 一个所作 还有一个作者 重点就是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呢 也就是说你一的限量 看见了 一的笔量推理 你也可以得到 所以呢 这个作者在这里 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这就是我们说了 实际上如果有分别的限量 因为我们要针对的是 他认为的分别的限量 那限量就成了笔量 那如果说依靠照了镜 也就是说你 你寻着声音去找到的那个 找到那个水 他也是通过笔量方式来 而不是限量 所以他这个分别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作者要成立 那为了断除这种分别念 论主就用无错乱无分别 两个侧面来成立法相 那以此来驳斥外道的有些观点 因为外道的有些观点 他的重点是 他认为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这样说起来 譬如说听到水的声音 然后真的找到水 这个是笔量 可是 所以说照了镜 就是像志宗所讲的 他就是笔量 通过笔量来成立的 他们不是限量 他们的重点是说 他们认为 我们的限量呢 是显现 我们最近限量是显现而已 但是他对方认为 限量是有分别的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在这个地方 即使我们找到了水 所以那个 这有一点像 我感觉有点像 我们那个以前学过的 视察艺 古迹 古迹 它是没有理由的嘛 就是那个视察艺的 那个意思 视察艺 那个是没有 视察艺 只是一个子气而已 对 可是照了镜 他是有 譬如说行着 譬如说听到 他要有限量 有听到 不过他这个听到水的声音 他是限量听到的 对 那他真的 但他去找到 因为他没有 他是有听到没有错 但他有去找到的 对 他也找到的 但那个镜 找到的那个镜 叫照了镜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并没有完全的 完全的就说 他并没有真正的生起定解 他只是一个古迹 他并没有真实的理由 也就是说 我坐在这边古迹说 大概有三个人会来我家里 那事实上呢 他来了六个人 或者正好也来了三个人吧 那事实上呢 这只是一个古迹吧 就他并没有说一个真实的理由 他并没有真正的生起定解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这样子啊 我是这样子 因为他这边说是 无分别跟无错乱 因为外道认为是 有分别 所以无分别就给破有分别 对不对 好那 通过照料镜也可以得到 无误的对镜 事物来讲 这个是不对的 这其实是有错乱的 所以才要立这个错乱吗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说刚才我们都一直没有讲说 照料镜一定是错乱还是不错乱 应该是在这个重点吧 我觉得你这样回答是对的 因为这是一个架构的问题 倒不是针对哪一个 这是一个架构 我们又把它撇回去 这是一个架构性的问题 他这个下面那个外道又认为照料镜 这里他往下的第二点 重点在说实际上 如果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这里是在破外道认为 有分别的限量 他的有分别的限量 你说他是叫了镜 或者讲什么都可以 可是这样种有分别的限量 就是成为比量了 如果这样了解的话 就不会有矛盾 基本上我们用到照料镜的话 比量限量应该 莫学的理解应该都是OK 只是这个地方 他特别强调限量的法相 要具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无错乱 第二个是无分别 也就是说外道 他强调有分别的限量 基本上有分别 就是比量的法相应该就是无错乱 但是他是有分别 所以外道他认为有分别的限量 对于限量的法相来讲 他就违背了 因为限量的法相是无错乱 无分别 所以这个地方就以限量的法相来说 他已经不管你讲这个照料镜来讲 这个是错误的 只要你有分别 就是比量 不会是限量 那我们现在这里讲的是限量的法相 所以是要以限量的法相来这里 来这里比对 就是 他认为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这个是错误的 莫学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这里是讲限量的法相 那你限量的法相不能 就是限量的法相 你存在有分别的限量 那就不对了 这是莫学的理解 阿弥陀佛 因为 但是 因为他是两个都要破嘛 一个是无分别 一个是无错乱 应该是 对照了镜 他是来破这个无错乱的 然后破这个有错乱的 所以我刚才在找时候看 照了镜 到底是讲是 有错乱还是无错乱 还是照了 因为刚才那个 李慧师姐讲到说 不期货 不期货 那就应该是那个 是无错乱了 是的 因为照了镜 应该 所谓的照了镜 是明知 就是正确的 那现在呢 莫学对这个地方的理解 就是说 他讲的是限量 限量的法相 为何既要是无分别 又要是无错乱 因为他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的限量的条件 他一定要具足 充分具足 无错乱 无分别 那只要有分别的 都不是限量的法相 所以有些外道认为 虽然不是 不是错乱 但是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那这个地方就跟这个限量的法相的 这个定义 就是他的这个限量的定义 是有出入的 只要有分别 就绝对不是限量 所以有些外道又认为通过 照了镜 这个照了镜没有问题 可是只要有分别 绝对不是限量 有分别的限量存在 那限量就变成比量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这样讲 那即使依照照了镜 因为照了镜是正确的 但是只要通过比量的方式 绝非不是限量 所以为了断持这种分别认 论主就用 无错乱无分别 这两个侧面来成立法相 所以这个法相一定是要充分 就是这两个条件 无错乱无分别 一定要具足 这是限量的法相 所以他有分别 就绝对不是 这是目前的名解 不知道对不对 丁师兄 是你要讲 我是照 解释姐这么说 其实照了镜 他是在 他针对的是 无错乱 有分别的镜 因为呢 其实他是 对对对 正确的总向 去找到正确的志向 其实都是无错乱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有分别的 所以他变成是用比量 所以你刚刚讲 他不是在破 七狂的 不是在破错乱的部分 他是在破这个 照了镜是在破 有分别的部分 照理说 限量是无错乱无分别 但是照了镜 他是无错乱 然后有分别 为什么他无错乱有分别 是因为他是从总向去找志向 从水的总向 他听到这个声音 去找到他志向 这两个 他们都是没有错乱的一个量 但是他就是差别在有分别 所以你刚刚说 他是在破这个错乱 是不对的 他是在破这个分别的部分 对 他好像完全都在破分别 对的 他这样就等于说 没有在提那个无错乱 没有在破 就是在这一段这边 在这一段 这一跟二里头 他并没有真正在破这个无错乱 但是间接是有了 因为那个 照了镜里头的无错乱 其实是靠着比量的关系 所以就破掉了 还是以这个有分别来破的 就是无错乱 可是照了镜的里面的限量跟比量 都是无错乱的 对 但是 没有间接 我是认为他没有间接 但是 这边的话就是说要破它是比量 对 对 他还是在破无分别跟有分别 他无错乱这个部分 照了镜是对的 不管是限量或比量都是无错乱 就是虽然是无错乱 对 他没有符合另外那种 别的条件就对了 你会是一样对 可以 我觉得越讲越清楚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结构 就是说一个架构的问题 并不是针对 针对 所以我很同意那个美平师姐的这样的解释 所以比较周全一点 谢谢 对啊 那个 谢谢那个简师姐跟美平师姐 他们两个讲出来了 对 所以这边没有直接来破这个无错乱了 对啊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了 好 各中派对限量分类 各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这个是由Anna师姐 你有寄东西给我吗 没有 我可以 好 你可以share是吧 好的好的 好的 就是这个 嗯 什么这样子 这个颂词我们简单来解释 就是说限量从总的不错乱的角度来分有四种分类 它有根限量、易限量、质证限量和余杰限量 那它也可以用对境索依、不特杰罗三类来细分 这些限量从中派的角度来分 可以分金部中它乘许四种 有部中许三种 为是中许两种 下面我们从对境 再放大一点 不晓得怎么放 这样就很好啊 你不要用focus 你要这样 OK 好我们从 对 对 这边把这边去掉 对对对 对的归人把去掉 对 对 等一下对 它还在啊 点一下就可以了吧 对对你选一个 没有没有去 全 screen mode 好 然后你percentage可以放大呀 说是你用Ctrl加号 Ctrl key然后加号 好像放不了了 你用keyboard的Ctrl key跟那个加号可以吗 Ctrl shift然后加 你说刚刚还需要过桃子劾 你没有动作 这样的 他不动好 idd 你们那边看起来很小吗 对 ok 可以看得到 我重新再把他放大 好像 好像我也不会放 好吧 不会用 那我们从对境索依跟普特切罗来讲 从对境来讲 他能照见他法 就是看到外境 这种看到外境 他有根限量跟义限量 还有照见治法 这种是治正限量 就是对自己的心事 他能明白 另外一个就是 照见无治他二法 那是指余节限量 那从所依来分 他有依靠根 而安利两种正经限量 就是义限量和根限量 依靠他根 而安利的治正限量 若握勘清的解释里面说 这个叫依他起 另外一个 依靠等词禅令 而安利的 余节限量 那活经说 了知色有二 依于言以意 这是为什么我们 这个 这里面都有根限量 根意限量 那现前视了知色畜 他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眼视 一个是意限视 那这是 这里面有很多的 像依靠根就会出现 意限量跟根限量 从这里可以解释出来 那至于说依靠他根呢 我开始也觉得不知道什么叫做他根 后来去找了一下学长他们做出来的表 他做出来的表呢 自证里面他没有心王心所 他虽然在意识里面 他并没有心王跟心所 所以这里面 而是眼视这几个四年 产生都是由心王心所产生的 所以他把它制证跟他们不同 所以就把它叫做他根 那余节限数所属的三秤有 实际上 我不知道李慧师姐在哪里找的 我是看到的是说 是从建道修道跟无学道 这三道里面他都有余节限视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中派的角度来分 经部中 承许意限量 根限量 自证限量 和余节限量四种 因为他们承认外境 同时也承认自证 至于有路中 他就承许 五根 四限量 意限量 一切限量三种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了之一切万法 在两个刹那就可以圆满了 所以自证 在他们的观点中 是不承许的 那关于意限量呢 全知果仁巴 和有些论师 在解释的过程中说 间接说明的话 有部中也承认意限量 因为他们承认了根式 又承认了第六意识 那根式无间面 而产生意根 所以有部 间接也会承认意限量的 至于余节限量呢 凡是佛教徒都会承认 下面我们看 为世中 为世中他只承认两种 右近他只认两种 一个是自证跟余节限量 那暂时呢 他还是承认这四个的 那虽然为世中 不承认根限量和异限量 但一般来讲 他们暂时也会承认 例如 陈那论师的 观所源源论 里面已经讲了四种限量 那 这个陈那论师 他是水里为世中的论师 下一个吴卓菩萨呢 在有观论点中 也已经说明了社运 如果承认社运的话 社根肯定要承认 所以为世中 安利暂时观点的时候 也是成立的 不过为世中是认为 这些外境是如梦幻的 但是为世中在 究竟的观点上 根式和义式 他把它包裹在治证中 因为外境没有一个真实的法 设身相畏处的对境 根本找不到 他们说 一切万法是新的妙用 新的安利 在这个观点上 能取索取 两者就像 一个新的相续上 安利一样 这里面他举了 大圆满心性修习 大车书 里面引用的 观音进行经 这里面来 他就讲说 这个能取索取呢 是在一个新的相续上 安利的 所以他不认为 分事跟义式 好 以上 请 非常好 谢谢 谢谢安娜 对这部分有没有疑问 刚才那边 大家听懂了吗 看来这个是比较简单了 没有问题 我们就直接再到下一题 刚刚安娜师姐问 李慧师姐 那个鱼茄 就是鱼茄限量 那个在56课就有分 对 他的有学跟无学 阿罗汉道师弟 和无学是否弟 跟你分的 其实跟他分的也是一样 天道 就是 那个三道一样 那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课本里面 他是从阿罗汉算起 对对 另外一本书里面 你看那种 天道会算起 所以可能 没有他有分 声文跟 声文的无学 跟 屠杀的无学 还有 圆绝的无学 所以在后面 56课 你去看都很清楚 他没有 没有香味 对 56课呢 264页 因为这一课可能是 每瓶师姐要消稳 所以他已经先看了 那基本上说 余切限量 只有圣者的果位 才可以安利的 但在印度 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所以呢 56课 264页 这里面就分了好几种 但最后一种 是入定出定的角度 或者说有学无学 或是声文 圆绝 大胜 三种圣者的三种限量 所以他有很多的分法 好的 所以后来说 用那个美瓶师姐来 来详细解释了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最后一题了 是 至终对 跟限量法相 如何以跟 以分别不错乱来建立 为什么取名做根4呢 好 那这等于是有两个问题 那请那个美瓶师姐 那请丁师兄 到PPT20页 20 对 其实这边是在建立 根的限量法相 然后它是有两个角度来建立 那第一个就是 建立由根所生 那刚刚李慧师姐有讲 就是它的根一定要存在 而且它能够造建 它的对境 这个五情法才会有作义 然后它是建立由根所生的部分 如果根受伤就不行了 那第二角度 它是从这个建立 离分别不错乱 那因为我们刚刚也讨论到 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能够更清楚的 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无分别 那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无分别 无分别是以明线而成立的 它能造线 就是说造线造建形象或对境 而时间也是同时的 比如说它就是有一种 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圆取 亲自体验的 我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柱子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所以都是同时的 但是如果是分别的话 那它的时间地点形象 都是分为一体的 那在14课里面有讲到 就是圆取志向无分别 执着共向来分别 那比较细的话 其实在索达吉人波切的开始里面 有讲到说 如果是分别的话 我们会执着说 今天这个人跟昨天那个人 是一样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 你已经把这个形象 时间地点都 我在这里看到 这全部都搞在一起了 就是以这样一个方向 就是一个圆取 那就是一个分别 那前面我们也学过了 那接着就是在想说 那什么是不错乱呢 不错乱就是说 我现在看到这个志向 看到一个就是一个 看到多个就多个 不会说混乱在一起了 那无分别就会有这些时间 事物就这样子的错乱的成分 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边就是在证明 就是说 跟限量是以无分别 跟不错乱的原因来成立的 那这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接着呢 就是下一题 那再补充嘛 那所谓的显现就是依靠外境 然后出现无分别的心事嘛 那你要看到这个外境 第一个一定是要有这个眼根嘛 我们讲说跟对境 然后产生掩饰 那这个眼根是要没有 没有这个就是 没有问题的眼根 然后看到这个所源源这个外境 然后加上座翼 然后具有一种外境形象的一种式 那这种就叫做显现嘛 那分别念就是 其实就是用概念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 是用走向的东西 你出现这个外境的形象 就像浅鱼 比如说我脑海里面出现一个瓶子 跟你实际上所看到现场的瓶子 就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浅鱼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外境或有境 它就是用分别念来 圆取外境种项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脑海出现了这个瓶子以后 其他的你就自己把一些东西 就把它浅鱼掉了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是看那个 第二个 对 决定瓶共项部分 那有人问说 那根式是依照根进作业 因缘合合产生的嘛 那还有其他三缘 这边我有一点不太清楚 还有其他三缘是在讲这个 这个 这个 缘缘 成上缘 对 对 它就是含在里面了嘛 但是它为什么不说根式 而叫根式不说近式或心式或异式 那我们就来看就是说 其实这个论主说 这个根式 那根啊我们的眼根对眼式来讲 是不共的因 那一般我们讲座义是我想要看嘛 那事实上论主说 凡心往外进动摇的部分就叫座义 那以前我 我不太了解什么座义啊 我们常常不说 座义处受想行吗 那我当开始以为这个座义 就是我想要看我 我就是有故意 就是有 就是有想去看他的座义 事实上座义其实说 我听另外一个法师讲的 他说当你坐车 然后 开车过去 然后在马路上看到这个树 树木 看到这个树木 看到这个车子 你并没有想座义去看他 那就是看见了 这个就叫座义 所以这个时候呢 跟这个我想要看 这个分别念就不太一样 这个真正的座义是 心往外进动摇的部分就座义 就是说 你开车 那你就是看到这个书啊 什么车子这样 这个就是用座义 当你有这种座义的时候呢 那 那 在 这个座义就是用外进嘛 无间缘 那我们前面有学过这个无间缘 就说你的前念后念 他是有 有次第相续的 然后时间不间断了 然后 你这样子的心事 那所源源就是你对的这个外进 那你这个根呢 对到这个外进 然后又加上这个座义 然后就会产生这个掩饰嘛 那根是一种增上元 那增上元的话 什么是增上元 增上元就是 其实就是 让你 嗯 怎么样 我们前面有学过 增上元 好像就说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 比较增加其用力 就是说 你这个根呢 透过这个增上元 它就能够 呃 更 就是能够呃 产生啊 如果没有这个增上元的话 它是 这个呃 颜色 它是不能产生的 最重要是这个不共的音 那这边就有举到就是说 呃 根是是依靠特别的根而产生的事 那耳根当然就是 听见声音就是呃 耳是嘛 然后一定他听到呃 就是依靠耳根嘛 那色法的眼根是呃 产生眼是的不共音 所以也是一种增上增上元 那这边就讲一个例子 为什么要叫做根是 然后不叫做什么 近是心是这样子 就像那个鼓声 那鼓声他的呃 增上元我们一定知道就是 鼓嘛 那其他的员啊 然后有一个棍棒啊 意识啊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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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手啊 这些 那都不是他真正的一个 呃不共音 那所以呢 声音的不共音是鼓 所以我们只能说鼓声 不能叫做手声或棍棒声 虽然你有拿手去打或棍棒这样 就像眼视一样哈 眼视 眼视呢 就是呃 像鼓声一样 很多很多的 音源 但是根呢 他是不共的音 所以叫做呃 根视啊 根视就像鼓声一样 所以安利为根 根视名字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 依他不共的音这个真上元 来作为一个 呃 呃 决定民共项的主要的一个 缘起这样子 好 以上 请大家再补充 谢谢 非常谢谢那个美名师姐 那对那个 在成为师论里头是讲说这个前面的五根寺 其实六根寺都有 都是一根而得名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眼视就是因为有眼根的关系才得名的 那同时那个 这些五根或者六根都是叫做具有一 在为师里头讲具有一 所以你也是要产生的话 一定要具有眼根的 那虽然说他是真上元 对 那这是为师上面 那这边我们学为师的蛮多的哈 那大概应该都都比较了解了 那还没有 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我有一个问题哈 我不太懂为什么 根是无情法 色法在白法里头讲是色法 所以只要是色法都是无情法 那所以现在的争议说 他到底是不是有情法还是无情法 就是应该是问他是色法还是非色法 对对对 因为是不是有的中派会把他认为 他是新法的一种 对有的有的有的是这样认为 好谢谢 其实仔细的分的话 要分那个浮沉根跟静色根 因为能够发誓的其实是静色根 那在这边是没有分得这么清楚 所以这边讲的色法 那个根就是浮沉根嘛 对他他举的那例子 那什么什么眼睛是什么 两根针 那在威斯里头是讲说是 天哪 对不起 我的手机他自然会会有我在问他 对不起 那这样可以吧 我刚刚讲到哪里 丁师兄就是那个浮沉根的部分 我就是觉得说他建立那个至宗 根的限量建立至宗不是有两个吗 那第一个是建立由根所生 那建立由根所生 这边就会谈就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设法跟心法呢 也就是说这边的根所生的根是指设法的根吗 对不对 设法的根才有能力照见对境嘛 然后才会产生作意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不是设法的根是心事的根的话 就是你讲那个叫做什么静什么根啊 静色根 静色根的话 那静色根的话 那那就不行了 静色根才有发誓的能力 对啊 所以静色根有发誓的能力 那可是这边讲设法的根 它是对境才能发誓嘛 所以看起来好像 我认为是心事的根 可是又好像日地不是这样子 很早以前的时候去这样子讲 如果根是设法的话 那你的静 静的话 当然静也有心法又设法 但是如果静也是设法好啊 那设法跟设法 怎么会产生心法出来的呢 那所以就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作意 作意的话就是心法了 那根是因为它有作用 它有发誓的作用 虽然是设法 但是它有作用啊 那我们是在那个 在这个叫什么 在一名的 在一名的生意地来讲 就是说是可以起作用的 都是真实的嘛 那根是有作用的 它的作用就是发誓 发出誓来 但是它一定要靠作意 跟那个外面的境界 这样子 所以在 在为师的时候 我们前面以前都学了说 第一个根一定要不坏 第二个境界要现前 如果虽然有境界 没有现前 那没有用的 那然后再来就是要作意升起 要升起一个作意 所以那个眼睛啊 像盲人 它有眼睛 它眼睛是设法 然后有一个浮根层 浮根层就是眼根嘛 那眼根也算是设法 对吗 对对对 所以说 那个盲人啊 他的那个浮根层啊 坏掉了 真正的 就是它坏掉了 它是真正的设法 它没有办法起作用 这个发湿的能力 它有这个眼睛的设法 也没有用啊 对对对 所以这边就是 依照它的作用 比如说体相用 是依照它的作用 来讲就对了 这样子 这样我会 这样我就比较清楚 对 好 谢谢师兄 阿弥陀佛 那这一题有没有问题啊 这一题如果 其实如果 唯事的基础是好 很好的 就很容易了解了 好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这一课会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就 早点去结束了 那我先来回向了 没有问题啊 确定啊 那蔡师兄 没有问题 谢谢 好的 那我来回向 此福以得一切志 吹福一切过患底 身啊 便是游泼陶 便度游海 足有情 并以此书胜 共修的功德 及三所累积的善根 以及三是一切 凡胜游乐无乐的善根 西街随喜 并且不接回向 三是诸佛 如何回向 我一如是回向 回向佛法新生 高僧大德 长久注释 尤其是以我们 索达级堪部为主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 请他们广转法轮 并且回向 自他一切友情 临命中的时候 遣除所有的违缘 迅速自在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回向一切佛教修行者 尤其是以我们 班上为主的 这些文师修的道友们 身心安康 诸事吉祥 五言尽足 顺言俱足 相续中的两种菩提心 不断增上 文师修圆满 早日成佛 卑之力生 同时把这功德 回向给 幸运大师 还回向给 赵 贤 俗 居士 希望他们能够 顺利地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 并且回向 这些疫情 所有的众生 希望他们能够 脱离 困苦的 这个境界 或者是 能够早日生 这个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我再放这个 最后的 北向 小明星 赵 四福 愿火 变知国 最回忆 结果 还地 九度 众生 皆 百多 生老 病死 残 有 何 文书 十里 勇猛 知不见会心与夫人 我尽会想诸善根 随必一切长修学 三世诸佛所圣谈 如是罪圣主大愿 我尽会想诸善根 为得不见书生起 与佛所获三身之家 发心不变真谛之家 生中不退一落之家 如是回向法愿起成就 大雅大奔子 这奥阿波大奈那耶稣 阿波大奔 阿波大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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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